我们曾经陆续报导过巴黎区新著名协会的理事长武士方恒 细心的观众应该从镜头中看得出来他的右手有一点奇怪 原来多年前他因为工作受伤了 这件事情曾让他低潮好久 即使右手曾经因为工作伤害造成永久的损害 武士方恒还是会用美美的指甲油来装点自己 看起来总是笑咪咪的他 其实因为受伤低潮好一阵子 我有一点遗憾 那为什么会就是会落在我的身上 而且让我受到很大的打击 是我没办法接受这个事实 94年的时候我去工作吧 然后手伤这样子 然后隔了大概好几年 我才能慢慢的慢慢的走出来 当时妈妈因为帮她照顾女儿的关系 几乎有很多 虽然经过两年多的复健 现在右手已经可以正常活动 但是遇到天冷的时候 右手还是会很容易僵硬 必须靠按摩来活络神经 但是对生活没有造成太大的影响 还是让方恒心怀感激 记者沈舟林锦鱼 巴黎采访报导